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鱼儿 和历史相关的节目一直是各大视频网站的一个热门话题 历史来源于从古至今,上架5000年的历史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话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一些视频也值得我们去发现,去研究 在AI工具广泛应用之前,在还没有这些AI工具应用之前 我们的内容创作者就是专门做我们历史相关的一些视频的一些创作者 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一个时间,一个人力,物力 去收集一些图像和视频素材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个素材 我们一个视频的话,必须要有足够多的一个素材 才能把这样一个视频做出来 而且还要通过剪辑软件来还原各种历史的一个故事 收集素材了,还要把它还原 在这个繁琐的工作流程导致了效率非常非常的低 可能做一个视频需要好久,需要好多天 但是现在呢,随着AI工具的一个广泛应用 大家都知道,AI今年是特别特别的火爆,什么都可以用AI来生成 无论你是视频的一个脚本,视频脚本你要生成 有GPT,素材可以用米尖利或者来拉朵 字幕更不用说了,还有一些配音 同样都是一些AI工具直接给你配出来的声音 全部都可以自动化完成 看到这里,如果说你也对历史视频感兴趣的话 记得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按钮 记得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下次方便你要做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找到 就以这样一个视频为例 大家能看到,它就是专门写一些历史故事 看一下,它的粉丝量已经达到了70多万 我们从这些图片就能看出来 全是一些历史故事,一些传奇的一些历史故事 而每一个播放量都高得吓人 就看这个321万的一个播放 大家看这个播放 每一个这个更夸张 3408万的一个播放 每一个播放量都达到了100多万 200多万 这里都是几百万的一个播放 这类视频真的是相当相当受欢迎的 每一个视频没有哪一个视频是低于1万的播放量 全都是几百万的播放 还有这样一个视频同样都是讲一些历史人物 大家看它的这一个logo就能看得出来 非常的有个性 而这个视频更加夸张 才发了五六十个视频 已经达到了4.88万的一个订阅者 他讲的是什么 还是一些历史的人物 看一下 一些讲的一些历史的人物 发生的一些历史的故事 它的封面都是统一化的 而每一个播放量都是达到上万次 从这些可以看得出来 关于历史相关的一些视频 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是非常值得一做的一个视频赛道 如果说我们很多新手朋友 你们还不知道在YouTube频道 做哪方面的视频 那么可以考虑做这方面相关的一些视频 就看一下这个视频太夸张了 1463万的一个播放 真的是太吓人了 我们的新手朋友们想要做视频 那么这方面的视频赶紧去做起来 想要在YouTube挣钱 那就靠历史视频崛起 那么就像此类的视频播放量这么高 但是它的制作方法却有很多种 那么想要制作一个受欢迎的一个历史视频 而且是一个高播放量的一个历史视频 那就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技巧了 那么今天小鱼来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新的视频生成工具 可以高效的产出视频 而且做出来的视频还非常的棒 那么这款软件的名字就叫Invidio 我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实操 我今天就带大家来演示一个操作流程 第一步要先整理热门历史素材 做短视频的话与长视频不同的是 短视频需要在前三秒内吸引观众的一个注意力 很多人为什么说我的视频没有播放量 我的视频为什么没有时长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前三秒没有抓住人的一个眼球 因此我们必须要对于枯燥的那种证实 关于历史名人的一些传闻和秘密 必须要具备一个更强的一个吸引力 在这里假如我们可以讲述埃及女王 克里拉伯特拉七世的传奇历史 这个时候我们就打开恰了GPT 我们就直接问一下GPT 它的一个传奇历史是什么样的 那么在这里你看GPT 它就回答了我的一个问题 一听起来就非常的有看点是不是 七世的传奇历史 它是一个皇后的身份 与凯撒的关系 与安东比的一个爱情 自杀与埃及灭亡 这个内容真的是很劲爆啊 生成好了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到另外一个 打开谷歌 我们在这里来还需要收集它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 关于十个埃及 厌后的一个显为人知的秘密 当你搜索的时候 这里跳出来第一个 我们可以点进来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 关于它显为人知的事实 十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那么这里第一个 消息就非常的劲爆 它不是埃及人 它是乱伦的产物 好下人 这里十个都全部写出来了 而这些素材 它其实 是可以拿来 做成一个长视频的一个素材 我们做短视频的话 根本就用不了这么多的素材 其实一个都够了 如果有对做长视频 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这里看完了之后呢 我们继续来到GPT 我们还要让GPT 再帮我们做一个事情 我们就是要让它 帮我们总结十个要点 我们刚才十个显为人知的一个事实 我们总结需要怎么样 连贴上刚才的这样一个网址 顶上的这个网址 我们把它连贴到GPT GPT最神奇的一个点 你只要给它链接 它就能自动的帮我们去收集 十个文章的一个十个要点 这个文章的十个要点 分分钟就帮我们收集出来了 如果是我们自己去看的 朋友们 那么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才能把它整理得出来 但是GPT仅仅只是需了几秒钟 在这里我又让它帮我翻译成了一个中文 这些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视频里面 作为我们的一个视频的一个素材 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还让GPT帮我再做了一个事情 在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根据十个要点 直接让GPT帮我们生成一个描述 生成一个英文描述 我们去绘图 这一步呢 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 这边图的话 我也是直接雷埃拉道就已经绘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都是一些历史的人物 这些图片已经全部做好了 这个其实非常的简单 用雷埃拉道生成图片 直接让它生成一个英文描述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素材有了 图片也有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到 我们就要来到我们的Invidio 来生成一个视频 我前面已经用它的一个 里面的一个素材试了 它里面的素材 感觉上没有自己生成的那么好 所以我就自己生成了视频 那么这个一个生成AI 视频的一个软件 它也是免费的 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可以使用它来做一些视频 我们只需要登录一下 我们的一个email 登录我们的一个谷歌邮箱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点击这里创建视频 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在这里我们选择一个 它有很多看 有很多选择 我们选择一个YouTube 我们要做一个YouTube的视频 那在这里 它会让你选择一个时间 你可以选 你要做几分钟的一个视频 你都可以选择 我这边的话 一般就是让它先生成个30秒吧 在这里我们选择一个 也可以选择男性 也可以选择女性 声音可以选一下 年轻的英国声音 这里添加字幕 我们可以选这个 还有这里我们需不需要 使用它的一个素材 我们可以选择正常使用 等会儿来替换 在这个位置非常的关键 需要输入我们刚才的 它10个显为人知的一个事实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链接 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 我们要把链接粘贴到这个里面 好了之后我们就直接点这里 在这里的话 它会让我们再确认一下 它给我们生成了一个描述 我们这儿再确定一下 点击确认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在开始准备素材了 它这里显示出了点问题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这里重新尝试一下 这个地方我的输入有误 我们再返回重新来 30秒女性 刚才的输入有误 再来 OK 这下没有问题了 它正在准备生成视频 我们这里再点一下 这个蓝色的按钮 看我们的视频 马上就要出来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喜欢小鱼了 记得给小鱼点个赞咯 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按钮 下次当你在做视频的时候 你才能找到我的这一个视频 只要你照着小鱼的方法去 一步一步做 你也能做出来这样一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视频生成好了没有 快了 视频已经好了 免费版本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这样一个流畅度 没有素材 好的吧 我刚才可能点错了 选择了一个没有素材的 不过也没有关系 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选 如果说你想要用它里面的一个素材的话 那么你就点使用它的一个素材 我刚才可能没注意点错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更换一个素材 那么在这里你还可以删除场景 太啰嗦了 你想删除的话 你还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修改 那我们点哪里去更换素材呢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上传我们的图片就可以了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素材就更换完成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他这里说了你可以在导出过程当中去除水印 我们替换了图片 那么它就不会有水印在上面存在 导出来看一下效果 那么在这里很多是需要付费的 我们导出的需要注意 我们点击免费的版本 直接点到除 那么我们到这一步的时候 还需要点击这样一个蓝色的按钮 现在在开始下载了 正在往我的电脑上面下载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了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Cleopa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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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ame echoing through history Shrouded in mystery And fascination Here are 10 little known facts about her 1.Cleopatra wasn't Egyptian She was of Greek Macedonian descent 2.She was the first member of her family To speak the Egyptian language 3.She wasn't just a pretty face Cleopatra was a polymath Well versed in mathematics Philosophy and astronomy 4.She co-ruled with her brother And later her son 5.She wasn't the famously beautiful woman History paints her to be 6.She was more than a seductress She was a naval commander And an authoritative queen 7.Cleopatra was the last pharaoh of Egypt 8.Her death remains a mystery Some say it was by an asp Others claim poison 9.Cleopatra had four children 3.With Mark Antony 10.She was 29 years old When she met Julius Caesar Cleopatra A woman of intelligence Power and intrigue Forever etched in the sands of time 这篇视频已经导出完了 是不是非常的流畅 只要你的图片给的高清 那么这个视频它也是一个非常高清的一个视频 如果说你们对做视频感兴趣的话 那可以学会使用这样一个AI生成视频的一个工具 大家可以用这个APP来生成视频 这个APP真的非常的不错 生成视频也非常的简单 就几步 这样的话真的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效率 它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 还可以帮我们做出一些吸引人 而且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历史视频 而且呢对我们一个免费用户也是非常的友好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试试 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那么今天小鱼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 我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的视频